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的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我真的覺得2018年你參加《全民造星》海選的時候 你又是甚麼都沒有準備的 有準備的,找個MMO找了很久 未入行,連MMO都沒有人懂 自己搞,怎麼去找到MMO 他叫你自己搞,怎麼找 這首歌一定是有人聲的 這個準備已經搞了一個星期 真的,我周圍問朋友,怎麼搞MMO 有些人說你給錢,大陸網可能買回來 然後給了10元買回來 後面的人聲很厚 好像入了山洞,聽到鬼聲在後面唱歌 但你有沒有學過唱歌 你有沒有學過跳舞 但你面試的時候就要考這兩件事 那時候,因為我也有看那些韓國 或者內地的綜藝節目,選秀節目 我以為真的會給你培訓 因為每個人進去就會有很多導師教你 我想到時我就是讓人教我的東西 然後就成長 一來就叫我表演 什麼來的? 一來就表演 然後第一回合又表演 第二回合又表演 為什麼沒有訓練這個過程 開始,糟糕了 中了伏 但是你已經踏出了這一步 當你個人踏出了這一步 你就會很想堅持下去,不想放棄 無論你知道自己多廢 但你也要堅持在那一刻用你有限的力度去盡努力 那幾個月就每天都練 雖然我知道大家看下去我沒有練 但其實我真的每天都練 因為我也知道你有上唱歌課的 你入了99強之後 都是上了幾課 那些是拍攝上了兩課還是三課 那些真的是拍攝的 我心想原來那些選手節目是騙人的 那些訓練是拍出來的 都沒有私底下上課的 你最終是去到40強 但40強之前發生在你身上 真的很多奇蹟 你自己說不說? 超多奇蹟 我想說一直都很感謝你 真的 因為當時 其實我偶爾都會看自己 以前初出的影片 我看那些影片去提醒自己 你不要忘記自己一開始的事 有時當你多了一點點成績 或者你旁邊的人跟你說不同的事 你可能會衝分頭腦 而我唯一令自己不要衝分頭腦 我會看以前入行的影片 就是你初出的影片 看初出的影片 和我粉絲的影片 那我就會記得我為什麼目的去參加 我一開始是怎樣 而每一次我就看到 真的謝謝你給我一盞燈 你和Will的化妝師 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給你燈 因為你的樣子很帥 因為我選擇全民造星 我做評判的時候 我的準則我自己 我選擇 我想你們兩位都是這樣想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全部都是藍燈 你就是掉進去復活區 如果你們兩個不是給我那盞藍燈的話 隨便一個沒有給我 其實現在不能夠三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你 那時候比賽經常說 叫做花瓶 或者是英俊都來騎 你自己會不會不開心 當時沒有不開心 當時沒有不開心 當時有新聞報道 說我奇妙的新聞 直接出帖子 說我奇妙的新聞 有新聞 你一個新人 剛剛入行也還未出道 還未出道有新聞 然後說港版李光珠 立刻留下分享 出帖子 那時候沒想到 就是越戰越開心 開心 而且不想輸 輸了真的很不開心 說要淘汰我真的超不開心 我很想繼續留在這裡 很快就叫做熊 但也很快 是不是叫做收入很可觀 我也很少說收入這件事 但我承認是ERROR 真的 熊的意思是 其實前三年都不是很可觀 收入是叫做 不會入不夫之 叫做有少少錢 可以有錢 可能租樓 但是去到真的 我認為那一刻紅了一點 就是ERROR 自肥企劃爆出來了 就是我言論事件 然後爆出來了 嘩 那時候真的 我看了兩單 我也嚇到自己 那一陣子真的多 那一陣子 但那一陣子當然不太長 是幾個月 然後我就說錯話 廣告相片就不見了 不見了幾個月 廣告相片真的不見了 可能消失了三個月至半年 是沒有人找過我 所以就 甚至當時發生這個言論事件 我記得當時我們當作四月爆紅 然後去到九月初 九月初就失言四五六七八九 只有五個月 但當時那五個月 我的廣告從業員生涯 真的很忙 隔幾天就拍了廣告 所以就很感謝廣告商 當時找我 都躁下了一筆 當時還未發生言論事件之前 會不會有說話 自己覺得有點飄飄然 有些口不擇言 當時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其實你說什麼都沒有人理會 那時候你不紅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沒有人會報道 除非你真的說我要死了 今天才可能有一個很小的標題寫 193又想過想死 但是之後紅了 發覺原來你說任何一句話 你以為沒有殺傷力的東西 那些人都可以寫到是你有殺傷力 甚至有一群人去攻擊你 這樣才開始慢慢調整自己的說話方式 那些人有時候 當時的報道就認為193很囂張 你自己是嗎 是囂張 當時真的囂張 因為真的充分頭腦 因為當時突然間萬千寵愛 未試過入行差不多第二三年 之前一直都沒有人理會 突然之間這麼多人理 這麼多廣告商 每個人都突然都很尊重你 明明前幾天還在笑著我 下一天就無緣無故和我上班 什麼來的這個世界 然後沒有想那麼多 覺得很威風 全香港最紅我了 當時真的什麼都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是有充分頭腦 而且當時很高傲 坦白說得罪很多廣告商 那時候人家找我拍廣告 我還以為是穿穿公 有很多要求 人家會形容為麻煩 真的要到自己有經歷 要經歷錯節 你才會去很多獨處的時間 你會想為什麼會出錯呢 然後才開始變成現在的193 所以我現在覺得自己不同了很多 不只是向錢看 是拍廣告的時候 其實我會真的很感謝廣告商 因為他找你 你不要說錢多還是少 他肯找你 他肯信任你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事 有人肯信任你 因為我試過半年沒有人信任我 沒有人理會我 上次聽我和肥仔做訪問 他就說自從你和保錡跌跌後 令到ERROR更加團結 有一個團魂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看法 其實是的 絕對是的 尤其是我覺得最大有團魂的時候 是保錡跌那一下 保錡跌那一下 我們很想扶回他 而且那時候真的是天時地利人 如果現在再跌的話 不能扶回他 說真的 那時候天時地利人 突然之間爆紅 然後你扶回他出來 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真的很神奇 我就是覺得 我們很努力去 例如我們想很多辦法 幫保錡 扮石像出來 在雪櫃 很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廣告商 很感謝他們都肯想 在雪櫃出來 保錡我們有一個外賣廣告 哇 可心想天時地利人 人和齊了 而且我們四個團團的一致 沒有放棄任何一個 我們大可以 當時我這麼熱的時候 我大可以個人發展 拍很多廣告不理他們 但我覺得不可以 我是有ERROR才有我 一定要有ERROR 所以我一定要幫保錡出來 為什麼呢 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覺得自己成長了還是怎樣 其實四個人的力量大一個人 一定是 尤其是經歷過挫敗的時候 你會知道 其實我都不想 例如我看到保錡錯的時候 我不想萬一有一天 我錯的時候沒有人扶起來 這是一個 你當是自私的想法 也好 但因為你們最初不熟 因為你們組隊的時候 你和保錡是 熟一點的 但是阿Dee和肥仔是非常熟的 是的 因為阿Dee和肥仔本身 都是跳舞的 我和保錡是 因為保錡是全民造星 一開始 他到處爭吵 他不斷扯著我 因為我以前會 穿一些潮牌 他跟我談潮牌的事情 開始和保錡熟了 一開始是 兩個派別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同 我和保錡 我覺得我們比較多看年輕人的事情 是 新潮一些 創新一些 但是大膽可能會出錯的程度 而肥仔和阿Dee就是 穩固一點 但是一定沒有死 所以很多想法上都不同 一開始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大部份的MIRROR 又有另一半 ERROR 很多時候都會公開戀情 你入行這麼多年 好像沒有聽過 你有什麼感情生活 其實我覺得 感情的事情 是兩個人的事 我不想有任何人介入 如果被人知道 一定有 不一定是不好的 但一定會有其他影響 一定有人對你指指點點 甚至會影響你對個人的觀感 兩個人的事情 我就想留在兩個人處理 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原因 是否保錡一些感情錯失 這件事 警惕了你 要小心處理感情這回事 又不關保錡事 絕對不關事 純粹是一入行就是這樣想 有什麼 兩個人的事情 兩個人解決 還有你真的不知道 那個人是不是個人小的時候 你何必公開 公開了以後 就是歷史來的 你在Google搜尋了你的名字 就會有他的名字出現 這樣 不如不要讓人知道 除非你真的想著很長遠 很永久 這個人 不如先公開 你不是只影響自己 而是影響別人 最重要是 因為你這麼久以來 我只是傳過一個 你公司的一個同事 是的 有新聞的 沒有了 然後 那為什麼這宗新聞呢 還是 這宗新聞其實是 當時真的是朋友出去打卡 然後自己不小心拍到對方 即是玻璃反光的 被人做新聞 這個朋友有沒有拍過拖架呢 有 絕對有 就是外面的人就不知道 不知道 只有幾個兄弟知道 阿仔知道 但是 現在呢 現在沒有的 現在都 大家可以認證 DM我吧 如果有一個美女的話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我也有一個十年計劃 就是我開始反思 男人是要有十年計劃 我覺得是要 認識一個 追一個小過你十年的女生 小過 因為男人其實 你那個成熟 你很遲才成熟的 或者事業穩定 可能你去到四十歲才穩定 但女生呢 他是有一個生理狀態 現在生理狀態 在這個研究上 35歲就是高齡產婦 被判斷懷 那 如果你認識跟你同齡的話 你35歲還沒穩定 但他30幾歲已經催你 快點結婚生子 你還沒定性 所以你找個小 你十年差不多了 你40歲差不多定性 然後他30歲 就開始問一下 你結婚一些東西 生子的東西 那就差不多了 但你的訪問說過 你在你的概念當中 你是沒有結婚生子 這回事的 絕對沒有 我自己沒有 但是爸爸媽媽 又不會給壓力你 我想我爸爸媽媽 是不敢給壓力 放棄你 他絕對不是放棄 一定有私下的心 有個想法 你要為了我們家 以後絕子絕孫 他們不會跟我說這些 因為他知道他跟我說 我覺得他很煩 然後他會放棄他 甚至有時候會 不理他們 不回覆他們 所以 他們是 其實在某程度上 他們是害怕我 所以不提這些 久而久之 就形成他們不會管我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